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月17号 省长陆新社在福州市调研 他强调 要积极抢抓农石 精心组织好春耕春种 加快现代农业发展 推动农业增产 农民增收 要全力抓好防信各项工作落实 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我们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今天书香干婆全民阅读数字平台和江西省版权公共服务平台上线开通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志武出席平台开通仪式 取了解 这两个平台由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打造 其中 版权公共服务平台上线后 版权人可通过电脑和手机客户端 足不出户就能完成作品登记全过程 而书香干婆全民阅读数字平台则是一款手机客户端 通过手机等电子设备下载后 读者可免费下载或阅读定期更新的儿童读物 经典名著等图书 此外 江西首批新市民书吧今天也在南昌正式挂牌 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及其子女提供更好的阅读环境 4月14号到17号 中国科学组织女科学家走基层江西行 在吉安市开展学习服务活动 省政协副主席李华栋陪同 在这次活动中 20多名优秀女性科技工作者深入吉安等地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了解江西老区发展现状 并举办多场技术和科普讲座 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治理支持 好 继续我们的夜行 人间四月天 井冈看杜鹃 18号 第六届井冈山杜鹃花节开幕 浩瀚的杜鹃花海中游客流连忘返 四月的井冈山有忍如之 从18号开始 第五届中国井冈山国际杜鹃花节在这里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国外的多个精品杜鹃花云集于此 开红花的硬山红 开粉红色的鹿角杜鹃 开淡红紫色的红毛杜鹃 以及井冈山特有的珍稀树种 开淡紫红色花具有香味的井冈山杜鹃 竞相开放 争其豆艳 今年来 井冈山杜鹃花节以花为美 展示井冈山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 成为井冈山品牌形象的一张重要名片 井冈山杜鹃花品种众多 尤其是井冈山上的十里杜鹃长廊独具特色 被人称为天下第一杜鹃山 这边我看到很多杜鹃花 是我以前在下面看不到的 以前觉得杜鹃很小的草一样的 这里看到满身的大杜鹃 好像是一棵树一样 还有很多品种 很漂亮 提起井冈山革命圣地红色井冈 已经成为多数人的第一印象 为适应旅游发展新常态 近年来 井冈山遵循红色发展绿色传承的理念 新开发了春游井冈看渡圈 井冈避暑游 自行车赛道体验等 系列休闲旅游产品 告诉游客 井冈山不仅是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教育的生动课堂 休闲度假旅游的胜地 留下深刻印象 哎呦 觉得特别宏伟 真的挺好的 下次还会来 继今年1月初 华东华中区域 1018家旅行社走进最美之旅三青山物园考察之后 三青山风景区接待了湖北市场 武汉旅行社联合体等多家旅游单位 来景区考察彩线 举行多场推介会 展示三青山优质的旅游资源 先后迎来了北京 湖南 广东 大型火车专利旅游团 30多批次浙江 湖南 福州等区域市场直通车 高铁团等 以及韩国包集团等客人 三青山很好 真的很好 三青山同时还启动本地市场营销活动 上饶市民到三青山田园木戈乡村度假区的 亲子游最大的团队 达到2000人规模 一个是三青山的拓展活动越来越丰富 而关键的一点是咱们三青山转换了营销 输销的一些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特别是我们亲子游活动 景区 摄影家 包括美术老师的创作等等 都给我们带来一些丰富的一些宣传 眼下一种全新体验的洗车方式在南昌悄然出现 通过手机微信预约 车主们可以随时随地享受上门洗车服务 记者打开手机微信公众账号输入洗车 发现有许多提供上门服务的洗车公众账号 关注公众账号后就可预约上门洗车服务了 南昌市民潘先生今天就尝了个鲜 提交订单不到十分钟 洗车师傅就到了潘师傅愉悦的停车地点 我们这个车洗一般是以点铺开的 就是说一个点负责在一公里到两公里范围内 从今天这样效果来看还不错 冲得比较干净 因为下班的时候每次去洗车的时候都是高峰期 刚还排队 比较耗时 这种可以把时间错开来 节省了时间 小梁师傅是带着一辆电动三轮车来为潘先生洗车的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小小电动车里装备着工具和水 可连续清洗六辆小轿车 小梁说洗车的水压跟洗车店的水压一样 达到四公斤以上 不用愁车洗不干净 二十元一单的价格也比一些洗车店还要便宜 更何况是上门服务 优势明显 上门洗车啊 我们在水里面参加了一个高性能的一个气物 长性的荣性水浪 所以就是跟传统的有一定的区别 就是减少了这个喷泡沫的一个中间环节 这达到一个我们中国的一个环保的一个体验 其实上门洗车服务早在2012年就已经在南昌市场出现了 当时主要是依靠小广告的形式做宣传 推广效果有限 现在依托手机移动客户端 用户手指一点轻松下单 就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时间随时随地洗车 我们初步在南昌投资50台车 我们估计的话南昌容量大概在200辆车左右 未来的话我们会把这个洗车加上 加上这个上门保养 也就是加上上门美容等等都会加上去 4月15号下午 省高速交警在杭瑞高速公路干恶件收费站 查获四辆超远客车 这些车辆都是湖北咸宁某私立学校 组织学生春游租用的客车 取了解 这座学校组织的600多名师生到九江春游 为了节省开支 共包了15辆车 车辆合载人数在35到39人之间 但是每辆车都坐了42人以上 车辆在经过干恶界收费站时 其他车辆趁着民警检查的空隙开走了 民警最终只拦下了4辆 随后民警对学校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并要求对方将超远学生进行转运 出席你带这么多学生出来 你要保护他 你让他就是说你学校 让他去超远 对学生的 对学生的以后的影响是什么 他就可以做这种超远 你本身就是 一个是要抵制 要教育学生 最终交警对驾驶超远的违法行为 处以罚款200元 即6分的处罚 好 更多新闻资讯 我们来看今天的夜行速递 4月15号 江西连胜足球队出战2015年 中国足协杯第二轮比赛 客场挑战丽江嘉云号队 比赛90分钟内 双方互交白卷 进入点球大战后 江西连胜4比3淘汰对手 挺进足协杯第三轮 创造了球队最好成绩 昨天2015首届荷花玉金香花卉节 即江西省首届绿色工艺风车节 正式启动 50余万株玉金香 在九龙湖新城竞相绽放 现场充满了异国风情 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 本次花卉节展区 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 展出的花卉 全部从荷兰进口而来 昨天龙虎山景区 启动百名仙女古装逍遥游活动 几十名嘉丽身肘古装衣美飘飘 在景区各主要景点款型漫游 宛若仙女下凡 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 此次活动也是为龙虎山打造最美自拍基地造势 4月16号新宇举行首届气球艺术节 这次活动现场由20位气球达人 用8万只气球打造而成 一个个小小的气球通过巧手 演变成各式各样形状 有神秘莫测的海底世界 凶猛的恐龙 调皮可爱的卡通人物等等 为前来参观的市民 展示出他千变万化 无所不能的魅力 世界首个主题制自然博物馆 上海自然博物馆 今天正式开馆 历经十年精心筹备 上海自然博物馆 以一身绿色鹦鹉螺造型正式亮相 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近29万件藏品 常年公开展示的标本模型 覆盖地球七大洲 总计11000余件 其中真心物种标本1000余件 今天 广西南宁市在民歌湖广场 举办3月3文化艺术节 艺术节设有民族歌舞表演 竹杆舞 抛锈球 抢花炮 山歌对唱等多项活动 市民在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中 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传统节日 农历3月3 今天受较强冷空气影响 甘肃省临下回族自治州 甘南藏族自治州 以及河西部分地区 由降雨转为降雪天气 气温普遍下降6摄氏度以上 好 下面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巴西里约日内卢贫民窟旅游 是众多外国游客感兴趣的旅游项目 但近来里约贫民窟内 治安状况再次恶化 给贫民窟旅游业带来了影响 贫民窟一直是里约等巴西大城市的晚级 这里长期成为政府管理的真空地带 犯罪活动猖獗 政府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对贫民窟进行整治 采取土地合法化等政策 并对贫民窟内的生活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发展旅游业也是改变贫民窟面貌的重要手段 为保证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顺利举行 巴西在里约有针对性的开展强力剿匪 分阶段将贩毒集团从几座大型贫民窟驱赶出去 并在贫民窟内建立了治安警察局 治安警察入住后 里约贫民窟旅游业曾一度繁荣 不过最近一年以来 很多毒贩又卷土重来 经常发生警方与毒贩间的交火 榴弹机伤平民事件频发 为避免此类受伤事件的发生 旅行社的贫民窟旅游如同打游击 有分析人士表示 目前到里约贫民窟旅游的主要是外国人和外洲人 而真正的里约人很少 游击战事的旅游让人心生胆怯 好 节目的最后 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 感谢观看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行 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江西网络广播电视台的 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 欢迎关注下载江西网络台 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 好 观众朋友 祝您晚安 明天见 明天见